国民教育的根本是国史教育 国史教育的载体是中国历史科 前年我们去日本 是51820年 我们去日本在政国神社门口 我就跟同学去分享 有一个同学就问我 他说校长 校长 为什么不让日本去参拜政国神社 这是人家的权利 我说同学 你看看里面 知不知道里面有一个磨刀会 他在1934年至1945年的期间 他们那里面磨了一千零八十几把军刀 是削铁如泥的 锋利无比的 就在这段时间用这些军刀 去砍杀我们中国军民的人头 我说你知不知道呢 那里面是第五届的磨刀会理事长 我说你知不知道是谁呢 我说是东条英基 我说完之后 我同学就说 是的 那是不应该给他们拜的 希望接下来 在教育界 一国两制 真的要重视 特别是一国那方面 我们不是歌功众德的一国 我们从我们历史的文化 从我们艰难建国的过程 重建我们一国的观念 这是我们更多说明 我们的听见 都是我们更多好 我们的听见 三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